最近一段时间,陈亚南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这主要原因还是他在进入2022年后的第一天并接受媒体访问,期间透露出个人成为网红的原因后,遭到大众吐槽。 据陈亚南表示,自己之所以成为网红,是前公共大一哥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在结婚后未能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为了与朱丹伟更好的生活,而且身边年轻人都在玩直播,所以才做起了盖货主播。 另外陈亚南还表示,自己当初辞职,是因为与朱丹伟结婚后便住进他家,而自己上班的地方在娘家,每天光是来回上班,就需要花费4个小时左右,这对于陈亚南来说太浪费时间了。 何况在结婚前,朱之文就答应给自己找工作,最后却没有实现。 虽然陈亚南说得井井有条,可网友们却并不买账,直言他在刚结婚后,就开通个人社交账号开始直播,质疑他与朱丹伟结婚是有目的性。 为此,在陈亚南接受采访后开启直播时,网友们又自发性地进行大量直播,导致他的直播间再次被官方封禁。 不得不说,网友们在陈亚南与朱丹伟的离婚风波中,态度一直很明确,就是支持朱丹伟,将错误都归咎在陈亚南身上。 而且在离婚事件被闹得沸沸扬扬时,还有网友爆料,两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陈亚南和自己直播间的宝一大哥一同外出游玩,并且不接家里人的电话。 不过朱丹伟方对此并没有提及,陈亚南也很少去解释这方面的事情。 然而在陈亚南再次被封直播后,他直播间的宝一大哥首次出面为其澄清,这也是这么久以来,外界首次知道宝一大哥的真实情况。 在宝一大哥回应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年龄与大一哥相仿,从脸部的状态来看,目测年龄应该超过50岁了,而且他也否认曾经网传带陈亚南外出游玩的说法。 但宝一大哥的出面澄清并未给陈亚南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由于年龄大的问题,被网友调侃口味重,从而再次引发外界热议。 另外在最后,宝一大哥也针对此次陈亚南直播间被封表态,恳请网友可以放过陈亚南。 我们见过很多追星族,但印象中大部分都很年轻,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还真少见。 但不管如何,这都是他们个人喜好问题,外人再怎么质疑也无权干涉。 陈亚南这次被封后,带货事业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未来能有多远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不可测的因素太多了。 总而言之,宝一大哥的澄清不管作用大不大,但至少也算是一种态度,多少会给陈亚南的名誉加分。